好 主播各位观众 中秋连续假期明天就正式开始了 在台北车站这里 你可以看到一早已经出现满满的人潮 大家是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准备要出游或是返乡过节了 那其实呢 因为疫情又有一点再生的状况 不少民众也是蛮担忧的 防疫工作是不能轻忽的 我们也来听一下访问 有一点点 但想说就做好自己的防疫 那应该是还好这样 你会做哪些防疫工作 就是基本上口罩就完全不会拿下来 然后就到哪都会喷酒精 目前是保持了跟他共存的心态 毕竟自己也确诊过了 所以毕竟还是会二度确诊 那可以听到民众非常的兴奋 真的已经有一些过节休假的气氛了 那根据台铁提供的资料 中秋连续这个期间呢 售票超过27万张 目前台北往花莲台东的方向 包括今天下午还有明天早上 位置已经卖完 那另外台东花莲往台北的 礼拜天的座位也卖完 其余时段的各线各区间都还有位置 民众若要出游返乡 还没买票的要好好把握 那防疫工作一样是不能轻忽的 以上现场最新把时间先还给 棚内主播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政治议题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请您锁定中市的YouTube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